我看到你也有跟那個女傭姆演賞 有啊 有 非常吸引 大家好 歡迎收看Lucy連線 今天連線的是香港的藝術家黃國財先生 黃先生 你好 Lucy 你好 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在東京 我就是知道你在東京 我知道你們舉辦了一個活動 要去多面的被迫勞盟的香港人 和日本的政治家 在日本的眾議會那裡舉辦了一個 有關香港的記者會 這個連到我覺得 我一定要採訪你了 看看我們的香港人 香港的手足在日本做了些什麼呢 首先你幫我分享一下 好 和你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是 剛才我舉起的一個小策誌 就是這個日本香港民主峰會的一部份 這個峰會其實是三天的 頭那兩天 三天再加一個在眾議院 日本的眾議院那裡做一個大型的記者招待會 裡面也有這個日本的議員和前議員去參加 都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媒體去訪問的 或者說一下 開始頭那幾天的節目先吧 他就在這個日本的一橋大學那裡做 裡面你看到那個program 都有很多program的 說一些給大家聽吧 裡面又會有說一些 譬如反思香港 講那個過去2019年這個反送中事件 究竟有沒有贏到呢 或者是講這個記者 和Lucy有關 記者怎樣可以繼續資訊流通呢 當我們面對這些專權的打壓的時候 還有呢 是一些 我們在公民社會那裡怎樣可以 有力地對抗這個威權的專制政府 那這些情況在很多地方都用到的 例如在中國 或者是在這個香港 那第二天又有些講是關於research的東西 或者是海外港人的那個身份 怎樣可以繼續在海外那裡支持這個民主自由的發展 那麽連歐洲那邊都有 歐洲那邊 譬如好像會講回德國那邊的情況 那參與的那些人來自五湖四海 美國也有 加拿大也有 德國也有 那最重量級的那三位就肯定是 Thin Lo 攬炒巴 劉祖迪和Simon 三湖三湖三湖在英國那邊來 那還有這個Ray 黃台洋 他在德國 那這三劍合 加起來就力量就很強的 那所以整個會 還有一些是關於心靈上面的分享 例如怎樣去 非暴力的方式去聆聽 或者是日本方面有派出前議員 去講回日本議會裏面那些大部份的議員 對中共這個威脅的情況 所以那個情況跟上一次在海牙那個是有一點不同的 海牙那個峰會就是比較專門一些 是關於藝術和文化的 那這個峰會是比較 在那個策略 或者是那個研究方面是比較廣闊一些的 在題目上面 這次那個記者招待會的主題是什麼呢? 記者招待會的主題就是怎樣去反這個 怎樣去面對這個中共的跨境鎮壓 就是這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英文叫做 那你們大家都知道 要逃離這個中國 去一個自由的地方 香港也有成二十萬的港人已經去了英國 但是當我們去到外國的時候 就是是不是可以永遠都不會被中國的小粉紅搞呢? 也不會被香港的政府騷擾呢? 其實就不是的 它那個牆壁管治是在發生著的 最轟動世界的那一宗就是最近的 在英國的HKETO 香港的經貿辦 那他們就被英國的反恐部隊捕捉了 甚至是告上法庭 也都要弄出 搞出人命 那他們聘請一些前的軍人 和警察 去在英國那個境內去跟蹤 這些支持民主自由的香港人 去記錄他們 甚至乎 嘗試破門移入 這樣 那英國那個警方也都在法庭那裡 把這些證據拿出來 發現這個經貿辦就已經變了側 甚至乎是出糧給一些恐嚇 這些民主自由的人 出糧給那些跟蹤的人士 有證據的 所以在這個牆壁管治 和跨境鎮壓的方面 我們這次在議會的主題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主題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在日本這一方面 日本政府是相對軟弱的 對這個中共的滲透和入侵 在議會那裡都有 有在日本的手足說到 說在去年也有試過遊行示威之後 也有那些說是中國派來的人 一直跟蹤到他們吃飯 拿著機去拍他們 去騷擾他們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危險的 如果你不理它 過去的情況就是大家的政府 都是採取一種我不知道 假裝看不到這樣的狀態 所以就讓他們越來越坐大 這種違反了人權的違法行為 所以英國可以這麼說是其中一個 第一個反撲的國家 希望你這次在議會那裡 向著日本的議員去讓他們知道 日本必須要立即去採取行動 我看到一個議員的記者會 現場的傳媒人都是比較多的 你在現場的反應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就是因為有關香港的議題 在日本的社會有沒有說 得到一個關注度是怎樣的呢 過去你知道其實全球 香港的議題都隨著時間 始終都是五年前 2019年 慢慢慢慢向前的時候 現在已經2024年 香港的議題慢慢淡出的了 比如參與遊行示威的時候 全球來說 隨著這個《國安法》和23條 人數又每方月下了 但是今天那個議會的記者會 是非常的震撼 我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都沒有去過一個 這麼長面 這麼盛大的議會 首先去進入這個國會 當然它不是國會的主大樓 但是它是旁邊的一個國際會議廳 那個國際會議廳 你看回照片 你都會看到是非常的大 那個儀式也是非常的莊重 很認真的 不是說玩的 雙方就會開始發現 首先是日本的議員和前議員去發言 去講他們對中國這個跨境鎮壓的看法 和過去他們的經驗 和應該要有的態度 接著就到我們香港那邊的代表 剛才那三位有年青能幹的香港代表都有發言 又有日本的學者發言 甚至乎有台灣的前立委都來了發言 台灣的前立委發言是講到要提防中國的 透過這些銀彈政策的滲透 例如好像在台灣曾經發生過 去收買這些統戰這些藝人 走了去中國那裏表演 然後就幫中共在那裏買廣告 到最後就影響了它整個台灣本身的演藝界 這些都是要提醒日本要注意的 還有一件事是挺有趣的 其中有一個是藝術表演的項目來的 我和另外兩位人士出來的 其中一個就是穿得好像這個 那個勇武 女勇武的裝束 拿著一把傘 戴著一個珠嘴 然後就介紹他的衣服 還有也有介紹這個圓榮光歸香港 接著還邀請大家站立一起大合唱 日本那些議員都有一齊站立一起唱 場面是非常感動的 這個是我聽回來的 他那件衣服是基於那個海報 好像將2D的東西變成3D版 那件衣服其實是將香港過去 那個抗爭2019年的抗爭不同日期的事件 就印在那件衣服那裏 是一個好像活生生的海報變成真人 是美女來的 那個女孩子是香港人還是日本人呢? 香港人來的 她們都是去了英國 很想 是不是? 因為很難得見到 為什麼呢? 因為平時 比如就算是攬炒花、黃台陽 有時候都是在互聯網看到他們的真身 但是看到他們的照片 但是這次面對面真的一起吃飯 一起聊天這樣 那個心真的很溫暖 就是很感受到一個大家的團結 還有一齊作為一個海外港人 為香港去發聲 跟他們這些年輕人 三個年前聊了些什麼? 還有 有聊很多事情的 因為譬如他們要做這些 對著一個這麼嚴肅的國會去講 就是講的是國與國之間的會議 所以都要去預先夾一下 就是你說哪一塊 其實就算你看回 那插巴或者西文和黃台陽 他們其實是不同 就是有些少不同的 歐洲裏面不同的國家 他們面對那個問題都是不一樣的 我舉一個例子 他講回在德國 很多小的城市仔 就受不住這個中共的統戰誘惑 他又不聽中央話 或者德國的中央 就去搞一些 姐妹城市和中共 因為這樣搞就有錢收 就不用說他們自己有沒有什麼錢 就是這樣 這樣那個城市慢慢就被這個中共滲透了 那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牽涉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就是因為初頭那些人民幣 好像很容易拿那樣搞一下搞一下 整個城市的就業 或者是經濟都太依賴這個中共 所以變了就會導致到 國家的機密或者是科技都被堵捨 這個是發生在德國的 但是譬如去到英國那裡這樣說 剛才也有說 就是HKETO 它本來應該是搞經濟的 它在全球很多國家都有分布 包括在日本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秘密警察的基地 日本其實去年都好像 都被蓋住了這個 在日本的中國秘密警察局 美國更加都有抓到他們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都有 發生這些中共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破壞 破壞人權 甚至乎犯法 搞出人命 這些絕對是值得不單止在日本 全球其它國家 就是有HKETO的部門的地方 都要關注 那撤除了記者會之外 是不是都有一些遊行 這次就沒有遊行 因為在這個峰會那裏 你看到裏面的program 其實是鋪到密麻麻的 港者又講一下他們 譬如在德國 他們又做了一個女神像 在德國那裏 或者這次還有一個 在這個峰會裏面 還邀請到這個 這個蒙古 西藏 和這個維吾爾那邊的代表 去講回當地中共 怎樣去侵略他們的地方 和很殘暴的去殘殺 甚至乎在那裏搞集中營的事實 聽到無管都動迷 令人非常擔心 這些事情會不會在香港那裏發生 這些又是很重要的資訊 由一個真人親口講出來 和平時在互聯網看新聞 是非常的不同的 有沒有說現在 我看到你的主題都說 反送中五周年 現在又香港有23條 又有國安法 其實這個類似這樣的記者會 你覺得對香港的 怎麼說呢 對香港的國際線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意義呢 它簡直就是香港的國際線 因為在香港本土那裏 反抗的聲音已經可以這麼說是絕跡的了 躺平或者是 雖然有很多人都繼續 心裏面正在反抗的 但是在那個公共空間的聲音 基本上是收窄到一個地步 是可能只有自己的家 或者甚至乎自己的家也不安全 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家有什麼家人 或者親戚朋友 或者是自己住在一間樓那裏 香港的空間這麼窄 對面窗望進來 看到你不知道有件黑色T-shirt 可能被告發都未來 所以那個情況是非常令人擔心 但是我聽聞都有很多香港的手足 是不停地仰系 就是勿忘初衷 這樣去努力的 就是兄弟爬山 但是在海外的國際線來說 肯定自由度高一些 但是也不是代表沒有危險的 你看到就算你做了 好像今天這樣 post一些東西上去 那立刻就會引來小粉紅在那裡攻擊 不知道那些人在那裡 都假名了 所以都不會回覆他們 但是看到之前 會有在海外的跟蹤 或者由政府 香港政府或者中國政府 很主導的跨境鎮壓 恐嚇 或者連坐法 包括恐嚇親人 那樣的海外的聲音 所以其實大家 我看到很勇敢 去面對 去為不能夠出聲的人 去出聲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順高的 非常尊重他們 很想幫他們 你覺得你自己 參與了這次這個記者的 這麼大規模的 有關香港人話題的 一個記者招待會 我看到聽你說的反向都很好的 最大的收穫 或者是什麼呢 我就比較 如果要說收穫 或者是失望 不如說好嗎 其實有一些失望的 就是來到日本 跟很多當地日本的議員 聽他們說 或者在地在日本 住了幾十年的香港人 聽他們說 給我感覺的態度 日本的態度 都不是那麼強硬的 議會裡面又非常保守 有部分的議員 還想著跟中共去做生意 在這個過程那裡就被統戰 甚至乎有那些搞笑的 日本版的馬英九 你會看到 對日本來說是非常危險 因為你不停在那裡展示 你很軟弱的時候 只會引來戰爭 有句話英文叫做 Bowers attracts war Strength Strength Deter 有力量 就會抗拒到戰爭 你看到 日本作為第一的 賭罪鏈 和台灣 和南韓 和菲律賓 它過去的政策都是隱讓的狀態 這件事其實是導致中共更加囂張 更加明目張膽去犯這些國際法 去侵佔 去侵探其他人的國土 這件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你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分享? 我覺得在 首先東京發展得很好 高樓大廈 臨立 全部有很多新樓 這個令到我非常之驚訝 當然我可能是和香港比較的 所以我覺得日本終於經濟低潮了那麼久 現在終於站起來了 我相信很快的那些東西可能會跪到未定 看到這樣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看到比如美國和同盟國都已經在練習著 這個軍事的演習 就算美軍和其他軍隊都會練習怎樣去溝通 海軍和陸軍的溝通 陸軍和空軍的溝通 我覺得在日本和台灣這些國家 其實可以透過藝術和文化去做多一些交流 可以透過藝術文化去做一個第一倒序鏈的溝通和防禦 這種由下而上的防禦 或者是面對日常的中共那些這樣的攻擊 我們的防禦能力在市民的角度來講就更加高了 當真的有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發揮到一個公民的作用了 你作為一個藝術家 你是用一個藝術的創作 在那裡在防禦中共 或者在講述香港過去的一個故事 也都是一與為亡的戰爭 其實你自己都在身體力行做這件事 是不是? 絕對是啦 我在香港的時候已經在做這件事了 不過現在我也猜不到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記者NHK聯絡我 他就說我一向在IG有跟開你的藝術那些東西 你的藝術那些東西覺得很好 可不可以做個專題訪問 所以其實是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其實每一個人在他的崗位那裡都可以發揮得到的 但是現在香港就暫時被封閉起來 可以這麼說 但是都要繼續做事 兄弟爬山各自 努力 有些海外的香港人有一句話就覺得 在裡面的香港人發不了聲 我們外面有大大聲 就是在香港裡面做不到的 我們外面就帶你去做 你信不信任這個觀點呢? 我就不是很承認的 但是我會覺得在香港那裡出聲就代價高一些 譬如我舉個例子 前幾天而已 在金鐘那裡 你看不看有多少人去獻花 嚇了我一跳 是不是? 那晚又下大雨 又穿了一身黃色雨褲子 拿著一把黃色傘去 在那個花槽那裡獻花 梁寧傑先生 去悼念他 你想想你夠不夠膽呢? 現在穿到細身黃色 去那個位置 我想未去到已經不知道 自己會想很多很多擔心的東西 其實香港還有的 可能透過讀書會或者是去強化自己的 或者一些藝術朋友 設計朋友去參加社區藝術創作 或者去做展覽 但是不是在香港那裡展 去海外那裡展 那都是有一個暫時的 就是誠實的一種表達自我的方法 就是我們不可以說 在海外才有聲出 在香港沒有聲出 我覺得這樣對在樓下的人是不公平的 就是可能是海外出聲大一點吧 但是我又看到在海外的時候 有很多香港人因為連坐法或者23條 明明有機會出來可以說多一句 他都沒有出來 那那些人又怎麼樣呢? 所以我覺得不要這樣比較 因為一這樣比較 我們就會分裂 到時誰開心呢?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最開心我們分裂 最開心看到我們自己互相在打鬥 所以團結就真有力 我們要連同一陣線 就是我們被打壓的共同體 就是維吾爾人 西藏人 蒙古人 甚至乎中國跑出來的那些白紙運動的人 這樣台灣人 日本人 這樣我們就會成立 團結才會成立 我們如果分開就會失敗的了 大家要記住 加油 這個別人 我沒有看到 我們去幫助 進一堂 王 我沒有看到 這這個 就馬上 努力